各式交友APP随手可得 让认识异性变得更加容易 一花一扫便能决定喜欢不喜欢 但藏在萤幕背后 双方互相不熟悉 导致争议频传 在没有预期心理之下 战争现场被强迫推销 然后签了大概为期两年的契约 那这个契约通常都不合理 那也没什么解约的条款 那通常费用也都是近十万到十几万 甚至后来升等为VIP的时候 还有高达27万 利用网络便利信业者提供服务 背后却隐藏巨大危机 行政院消防处整理110年 国内交友服务消费争议案件 整理出四种常见状况 以为认识到新朋友 却被强力推销美容商品课程 还有业者利用交友APP 误导消费者签订分期无担保 借贷契约或者是想解约 但被索取高达数十万元解约金 让消费者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有缘人 到头来却是踏入爱情陷阱 消费者在经历这样子交友的一个陷阱 通常都会觉得情感神是被骗 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讲的 他其实要构成刑法的诈欺 这构成要件 还是要透过法院的这边来判定 那我们刚刚其实从案例里面 也有看到之前被骗的这些消费者 他寻求司法途径的时候 也大部分都败诉 近乎诈骗角有陷阱对象年龄层分布广泛 其中以三四十岁破八成比例最多 而遗忘常见女性被骗案例 在这次近五百件申诉案例中 则发现男性比例高达九成 消费处表示 从108年开始这类纠纷暴增 男女老少一个不小心就掉入陷阱 把这样的相关的行为 纳到法律上有一个明确的规范 那应该就是要透过应记载 及不得记载注意事项 那这个部分 我们内政部这个部分 已经在做相关草案的演绎了 因为业者提供服务的方式有很多元 包括说可能实体的碰面 那当然也可能透过网络的平台 那这些都会是纳管的一个范围 科技打破交有界限却争议频传 消费者应结交朋友而受骗或成为怨大头 内政部担任主管机关 着手严厉法规纳管 希望营造安心交友管道 让消费者放心寻觅有缘人 也提醒在网络上交友 真的要睁大眼睛看清楚 人间卫视 郑敏辰 陈一轩台北采访报道